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 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李斯是一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 神经科学家 不过我要是说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你肯定会大吃一惊 想知道答案的话呢 那就听我慢慢讲来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300页 我会用大约29分钟的时间 为你讲述书里的精髓 成瘾的心理根源和生理机制有哪些 成瘾现象揭示了人类怎样的固有缺陷 以及我们有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 话说在1979年夏天 在加拿大的桑德贝市 有好几家医院闹起了贼 工作人员经常发现门锁被人敲过 柜子和抽屉被翻了个底朝天 这个贼呢不偷别的 专偷杜冷丁、马非、安非他命之类的 处方马醉剂 显然这是一个恬不知耻的隐君子 大家果断报警 在一天夜里呢 警察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个黑眼儿 正鬼鬼祟祟的 从一家药房窗户里翻出来 他们迅速出动 抓住了这个贼 经过一番审讯啊 警察发现 这个家伙不是什么流氓混混 而是一个前途大好的有为青年 他是温莎大学心理系的研究生 因为成绩优异 导师推荐他来到桑德贝市的一家医院实习 答案来了 这个青年就是本书的作者 马克·刘易斯 作为脑科学家的刘易斯啊 曾经有一个令人躲得远远的身份 资深隐君子 如果我们把常年抽烟的人叫做老烟枪的话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刘易斯 应该叫做老毒物 他从15岁就开始吸毒 尝遍了大麻摇头丸和各种致幻剂 后来还在马来西亚的丛林里 吸过一样花儿蛋 在老窝 直接从制毒厂买过海洛因 还是印度加尔各达鸦片烟馆的常客 在读心理学专业期间 他整天从实验室偷麻醉药品 最后发展到破门盗窃 终于在这一天 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不光彩的秘密 他被定罪判刑 还上了报纸 温莎大学也开除了他 朋友爱人离开了他 所有体面的工作岗位都拒绝了他 可以说 他的人生悲剧在这一天达到了最高潮 然而 戏剧的高潮通常也不是结局 在之后的两三年里 他非常艰难地摆脱了毒品 重新申请了研究生 最终成为一名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 后来还成为著名的学者 回首往事 他觉得必须要把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说出来 配合科学分析 帮助更多的人认识毒瘾 和广义上各种成瘾的原理 从根本上促进更多借瘾方法的产生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将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第一个主题不妨叫做引狼入室 我们将结合作者的经历 来分析吸毒的心理根源大概有哪些 第二个主题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 揭示毒品通过怎样的生理化学机制 改变人的大脑 使得毒瘾很难戒掉 第三个主题叫做魔鬼的契约 意思是成瘾是人类的固有缺陷 好比我们天生就和魔鬼签订了契约 那么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 好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 引狼入室 吸毒的心理根源有哪些 从作者的经历和感受来看 大概有三种 分别是逃避恐惧 寻求归属和探索自我 我们一般都觉得 人类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物种 实际上最强烈最原始的情绪 只有那么几种 比如说恐惧 在他的趋势下 人们会做出难以理喻的事情 本书作者开始吸毒和滥用药物 就是出于恐惧 作者在读高中的时候 他的父母打算两年内 从加拿大搬到美国 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他原本以为 这至少是两年之后的事情 但是突然有一天 父母要让他立刻转学到美国去上学 以便尽早适应在美国的生活 哪怕是成年人 在面对生活环境的重大改变的时候 也会感到不安 而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 这种不安甚至会演变成恐惧 作者写道 想到要离开家 我的脑子被某种可怕的迷失感占据了 此外还有一种 无形而又强烈的恐惧感 父母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我做错什么了吗 当马克转学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泰博学院 恐惧的预感就变成了现实 这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海军学院 不但管理制度严厉枯燥 扼杀个性 同学之间的关系 也是等级社会的小小缩影 在这里充满了 惨媚 欺凌 孤立和歧视 可以说 凡是你能想到的心理伤害 泰博学院一样也不缺 更可怕的是 这些伤害是全天候的 由于是寄宿制 一天结束之后呢 马克也无家可归 在宿舍里等待他的 是又一乱恶意的捉弄 于是 马克开始偷偷摸摸地喝酒 喝强力咳嗽药水 后来又抽上了大麻 希望借助这些啊 暂时逃离让人畏惧的生活 一句话 在恐惧无助的时刻 他把毒品当成了逃离现实的紧急救生门 导致作者迷恋毒品的另一种心理根源是寻求归属感 人类啊 是典型的社会性动物 我们需要感觉到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员 这会让人觉得踏实和安全 哪怕是最坚强的人啊 也无法忍受被群体冷落和孤立的感觉 在度过了艰难的高中生涯 毕业之后 马克刘伊斯考上了加州名校伯克利大学 还和同校的一位学长合作了一套公寓 像所有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一样 他想要建立新的关系 找到新的社会位置 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新的伙伴 在小团体当中实现归属感 当时是1967年 而1967年的伯克利大学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那是一个嬉皮式的圣地 一派迷乱和狂欢的气氛 在马克眼里啊 似乎这里每一个人都在抽大麻和嗑药 至少每一个有魅力 有个性的人都在这么干 他当然也不能落后 不能被排斥在潮流之外 于是他把大麻 LSD 治缓蘑菇 安非他命等毒品 都当成了和人交往的礼物 有一天 室友托马斯 向马克介绍了三个新朋友 其中一个是大约30岁的男子 气质优雅 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 和一个着急蓬勃的男孩 这三个人美貌时髦 而且十分友善 马克立刻对这个三人组产生了爱慕 希望和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 然而 这个三人组给马克带来的 并不是幻想中的友爱 而是更加花样翻新的毒品 在和他们的密切交往当中 马克终于接触到了毒品之王 海洛因 并且一上来就使用了 静脉注射的极端方式 不过 人总会成长 而且逐渐能够辨别出 什么是真正的关爱 什么是虚假的归属 后来 马克因为过量吸毒而休学 还被父亲抓住痛骂了一顿 这让他猛然觉醒 决定要摆脱那些虚幻的依赖 成为一个独立而成熟的男子汉 探索真正的自我 可是 谁也不会想到 探索自我这种看似积极的心理动机 也能够和毒品挂上钩 当时 马克的父亲得到一份 为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看病的工作 全家搬到了吉隆坡 马克于是在东南亚生活了一两年 那段时间里 他经常在父亲工作的医院里帮忙 见证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 还在马来半岛的山区旅行 在柬埔的村庄里面 体验原住民的生活 在线下时光 他也弹琴画画写诗 大量阅读 克里希纳穆提的书 探索自我的意义和意识的本质 换句话说 他是在追求开悟 你肯定知道一个流行的开悟方式 那就是冥想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 那就是吸毒 比如说 美国心理学家 威廉·詹姆斯 就经常吸取一氧花二蛋 一氧花二蛋俗称笑气 是以前牙医常用的麻醉剂 它会让人处在 半清醒和半沉睡的状态 詹姆斯觉得呢 这种状态能让他体验到 意识的微妙变化 察觉绝对的真实 出于好奇 马克在一次聚会当中 尝试了一氧花二蛋 但是对这个玩意儿嗤之以鼻 那些难以抓住的幻觉 哪是什么宇宙意识 那不就是中毒吗 我们可以理解 马克在毒品效果方面的自信 毕竟 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专家 但问题是 他错误地把吸毒经验 和控制能力 画上了等号 他的心里冒出了 一连串的想法 吸毒就会失去自我吗 一个人往自己身体里面 注射什么东西 是他自己的事 他曾经大量吸食各种毒品 现在不也是好好的吗 所以 最重要的是要控制 偶尔失足 不会造成伤害 只要他还在掌控当中 只要能够坚定地 把意识聚焦于自我 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来超越毒品 如果你看到过一些 关于吸毒者的报道 就会知道 几乎所有的吸毒者 在第一次尝试 或者复吸的时候 都是这么想的 人们总是企图证明 自己能够在吸毒这件事上 把握自我 控制自我 总觉得自己是个例外 这些关于自我和控制的理念 就让马克踏上了一条 失去自我控制的不归路 在接下来短短四个月时间里 他离开吉隆坡 以此游历了老挝 泰国 缅甸和印度 一头扎进了各种 鸦片制品的乐园 可以说 正是这几个月的经历 让他彻底丧失了 及时戒毒的可能性 从此以后 毒瘾完全脱离了 心理和意志 能够掌控的范围 他已经从生理上被完全改造了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主题 请神容易送神难 毒品通过生理化学机制 改变了人的大脑 使得毒瘾很难戒掉 就连有身后专业背景的作者马克 也陷入到毒瘾的泥潭 总的来说 毒品有三大法宝 让人们上瘾 分别是调节兴奋与意志 树立渴望与奖励 以及改造神经和激素 我们先来说毒品的第一大法宝 调节兴奋和意志 这就是让你先尝一点甜头 在大脑中间包含无数的神经元 通过神经突出互相连接 你可以把神经元 想象成一个个小点 小点之间有很多连线 神经元通常有兴奋和意志 两种状态 一个神经元被激活 或者被意志 就会影响到周边的神经元 以此类推 通常在半秒钟之内 某种信息就能够像海浪一样 席卷整个大脑 在正常状态下 大脑里的神经元 绝不会全体一致行动 而是一些兴奋 另一些意志 此起彼伏 就像一个七嘴八舌的 嘈杂的市场 如果哪天他们一致行动了 变成了合唱效果 就会导致人癫痫发作 那么神经元是怎么沟通 到底是兴奋还是意志呢 这需要通过一种叫做 神经地质的化学物质 这个地就是传递的地 质就是物质的质 神经地质就好比是信实 经过神经突出的道路 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 毒品之所以能让人产生各种体验 实际上就是脑细胞 吸收外来的化学分子之后 神经地质被改变了 大脑从常态转向不正常的 兴奋或者抑制状态 比如说作者最开始尝试的 酒精和正壳药水 主要是起抑制作用的 它们封闭了 有兴奋作用的神经地质 提升有抑制作用的神经地质 这样一加一减 该兴奋的神经元 兴奋不起来 该抑制的还保持抑制 整体上啊 你的大脑就进入到一种 麻木不仁的状态 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就像喝醉之后 人的感觉会变得很迟钝 而大麻和LSD的效果呢 刚好相反 LSD是一种强烈的致幻剂 会增加神经元的激活率 使每个神经元更加敏感 但是忽略了团队合作的规矩 这就好比在一个舞台上 每一个演员都极性夸张的表演 而不去管整体配合 这样 每一种思维 反应 想象和知觉的碎片 都被放大了 这些碎片呢 还会极有创造性的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荒诞的狂欢式的画面 在那一刻 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是可以烦恼的 一切都是那么稀奇有趣 令人赞叹 毒品的第二大法宝 是树立渴望与奖励 这是为了搞垮你的理智 一般来说 我们有意识地去做一件事 是因为我们想做这件事 大脑中的前额叶皮层 就是我们用来思考问题的地方 是人类的理智所在 我们可以把前额叶皮层 看成一个公司 公司里有三个部门 分别实现工作记忆 决策和评价这三种功能 在工作记忆部门 记忆让人能够记住 大约一分钟以内发生的任何事件 而工作呢 是指把记忆中的细节拼起来 产生意义 在决策部门里啊 相互矛盾的想法和策略 被快速而智慧地进行比较 之后执行整个公司的决定 评价部门负责人 对人脑接收进来的信息 进行评价 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应该接近还是回避 这个评价部门啊 非常重要 他反应最快 不需要意识判断 就知道当前的世界 是有吸引力的 还是令人生厌的 紧接着 他就迅速启动一个动作模式 前进或者撤退 他还能对决策部门 产生直接影响 换句话说 决策部门怎么决策和执行 得先看评价部门的脸色 可以看出啊 我们最终想不想要 绝不决定做某件事 评价部门的意见最重要 但邪门的是 这个评价部门 很喜欢收受贿赂 这儿的贿赂 当然不是钱 而是一种叫做 多巴胺的神经地质 换句话说 谁给他大量的多巴胺 他就为谁说好话 结果 那些能够带来 大量多巴胺的事情 常常会让我们的理智投降 在生活当中啊 有很多事情 会让我们的多巴胺水平升高 比如 美味的食物被人夸奖 刚萌芽的爱情 还有完成重大任务等等 而多巴胺升高 又反过来让我们 想要不停地重复这些事情 凡事过头了 就会出现问题 为了不让我们吃饭吃到撑死 做爱做到虚托 人体会进化出一种保护机制 当察觉到多巴胺频繁升高的时候 会分泌一种物质来抑制多巴胺 这就很好理解 为什么老夫老妻很少有激情的原因了 因为宝贵的多巴胺消失了 那么毒品干了些什么呢 它们会破坏这种保护机制 让你每次使用毒品的时候 都能够得到大剂量的多巴胺 也就是说 只要你吸毒 就可以得到一个大大的奖励 比如冰毒和可卡因 都是大量促进多巴胺分泌的毒品 这么一来啊 你的渴望和奖励 都被牢牢地固定在毒品上 一次又一次地不停重复 你大脑当中负责理智的部门 被毒品调教成功 这就是成瘾的本质 毒品的第三大法宝 是改变大脑的神经和激素 也就是说 调教的最终目的是全面改造 包括大脑在内的众多系统和神经地质 都会随着成瘾而发生改变 神经学家们仍在尝试攻克这个难题 每年他们都能发现更多的改变 对此啊 咱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 如果大脑不改变 我们将无法学会新技能 养成新习惯 例如 小提琴手的大脑当中 负责控制左手的运动皮层体积 就会增大 而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的体积呢 要比一般人大 那就是不断地记忆城市街道的成果 这些啊都是学习 学习意味着增加了某些神经突出的数量 和强度 同时也会削减另外一些突出 导致遗忘 学习在塑造神经突出的时候 还有一个好搭档 那就是情绪 渴望的情绪能够大大促进 对于某件事的学习 它能让那件事 牢牢地停留在意识的焦点上 直到这件事变得自动化和习惯化 多巴胺激励大脑 去反复地搜寻和实用毒品 不断强化与此相关的神经突出 最后呢成瘾者的大脑 只有两种稳定状态 对于毒品的极度兴奋 和对于其余一切的漠不关心 在社会新闻当中啊 我们经常看到 尹君子对于亲人的冷漠 为了搞到买毒品的钱 甚至不惜对亲人拔刀向下 让一个在生理结构上 以吸毒为使命的大脑去戒毒 已经是相当困难了 而毒品对于人体神经地质的干扰 更让戒毒变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鸦片 海洛因等马菲类毒品 之所以能够缓解我们的压力和焦虑 最主要的途径就是 抑制人脑中的CRF CRF是促肾上腺素释放因子的字母缩写 顾名思义啊 它的作用是刺激肾上腺素产生 从而启动交感神经系统 让人体进入到高度紧张和警觉的状态 比如说啊 一头老虎突然在你面前跳出来 你就会进入这种状态 帮助你在一瞬间逃跑或是战斗 当使用毒品的时候呢 CRF被暂时抑制 一旦麻醉效果消失 CRF会大量反弹 导致交感神经系统高强度的持续活跃 这就好比把你和老虎关在一个笼子里边 这会带来生理上的焦虑和痛苦 比如说心跳加速 呼吸变浅 流汗 神经特别敏感 连躺在床上翻个身都会全身疼痛 成瘾者的神经系统早就已经十分脆弱了 这种冲击呢 足以让意志最坚定的人负息 因为吸毒是把CRF水平降到可承受程度的唯一途径 说到这里啊 你已经充分了解了 毒瘾这个恶魔的可怕之处和高明的手段 它会在你心里脆弱的时候发出诱惑 接着从生理上改造你的大脑 让你成为它的奴隶 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啊 我们的身体里面本来就藏着魔鬼的影子 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第三部分内容 魔鬼的契约 成瘾是人类的固有缺陷 我们如何面对这一事实呢 说到毒品制造和贩卖啊 大多数人肯定会义愤填膺 想要严惩不法分子 但是从人体生理的角度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毒品制造者 我们的大脑就是一个小型的毒品工厂 神经系统天然就会产生很多 和毒品成分相似的神经地质 比如说大脑会产生大麻素 也会制造鸦片类物质 正是因为人脑对于这些东西 如此熟悉如此亲切 才会对外来毒品也欣然笑纳 咱们一说啊 在成瘾这个问题上 我们都有一种原罪 在进化的道路上和魔鬼签订了契约 以生命和灵魂为代价 换取片刻的方纵和满足 难道人类进化的目的就是为了 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尽情地经营鸦片馆 举办大麻聚会吗 难道进化会耗费几百万年的时间 打造一个自我毁灭的神经系统吗 答案肯定不是这样 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 大脑制造的类似毒品的物质都是有用的 比如说大麻素会参与记忆认知和运动控制的条件 而鸦片类物质呢 被科学家们称为情绪分子 在很大程度上 它们就是你的情感世界 让你能感受到自己在愤怒 激动或相爱的时候是什么滋味 鸦片类物质还有三种重要功能 一是缓解疼痛或压力 在面对疼痛恐惧和焦虑的时候 它会抚平我们的创伤 第二是产生愉悦感或幸福感 比如当我们拥抱或是玩耍的时候 就会分泌这种物质 第三呢是把上面两种感受 也就是缓解或愉快 作为激励人们去做某些事的手段 比如母乳当中 就含有鸦片类物质 让婴儿喜欢他们的母亲 当多巴胺的兴奋 和鸦片类物质的舒缓 结合在一起 就构成了奖赏 在大脑当中 先是鸦片类物质 让你感到幸福 然后引起多巴胺的释放 提高了当前 呈现在知觉中的事物的吸引力 让你想要更多 你看 树立渴望和奖赏 并不是毒品的专利 我们的大脑 天生就会利用这种关系 达到某些进化上的目的 食物和性爱令人愉悦 是为了让我们 保持生存繁衍的动力 拥抱和依偎令人幸福 是为了让我们 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有利于团结合作 只是这种原始的生理机制 并不具备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才会让我们 不假思索地追求奖赏 爱情 游戏 肥皂剧 财富和权力 都能让人上瘾 吸毒呢 只不过是一种 特别恶劣的成瘾 看清了成瘾的真面目 我们就能找到 应对它的办法 既要在一些事情上 回避它 也要在 另一些事情上 利用它 我们要回避的是 恶性的成瘾 要坚决对它说不 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 具体的做法呢 有积极预防 及时阶段 和寻求支持和监督 比如说 毒品滥用 通常是由不良环境 和有害的社会关系 引起的 一些娱乐场所 会使用毒品 来寻求刺激 而一些坏朋友 也会引导你 染上一些坏习惯 因此 在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对 这一类的环境 和人员提高警惕 而当觉察到 自己对于某些事物 表现出上瘾的苗头的时候 一定要在 难以自拔之前 主动戒除 比如说 每当想要抽烟的时候 可以立刻去 做一做运动 及时转移注意力 也可以吃几块糖 来代替 如果不幸 深度上瘾 一定不要因为 感到丢脸 而瞒着家人和朋友 要对 真心爱我们的人 说实话 向他们寻求 知识和监督 像毒瘾 这一类 特别严重的成瘾 还必须要借助 社会机构的力量 当然了 在阶段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 还是要自我鼓励 和自我监督 那么利用成瘾 又是怎么回事呢 利用成瘾 指的是 我们可以利用 奖赏和学习的 生理过程 去追求一些 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 比如说 在他人努力去做 极其有益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及时 给予奖赏 当小朋友考了100分 父母却不以为意 还敲打他 不要得意忘形的时候 小朋友还会 继续认真读书吗 当一个出色的员工 做出成绩 老板却不给他奖励的时候 这个员工 还会甘愿 给公司创造价值吗 而我们也可以经常采用 自我奖励的方式 促进自己不断进步 比如说 在连续学习几个小时之后 奖励自己 玩会儿游戏 聊聊天 在坚持健身几个月之后 买下某个 一直想要的商品 此外 我们也绝不能忽视 理智的力量 对我们自己来说 期待奖赏无可厚非 但是 如果做什么事 都只依赖奖赏的激励 那么可能一辈子 都成不了什么大事 关于魔鬼的契约 这个话题 今天的分享 还有一个彩蛋 那就是本书的姊妹片 《天生变态狂》 Ted心理学家的 脑犯罪之旅 《天生变态狂》 讲的是 美国心理学家 詹姆斯·法龙的故事 他花费35年的时间 深入研究 变态心理学 发现心理变态者 有着异于常人的 大脑结构 因而会导致 他们的知觉 思维 情感 智力等心理因素 非同一般 比方说 血肉模糊的场面 会让普通人心惊肉跳 但是 却会让某些 心理变态者 感觉愉悦 在2005年的时候 詹姆斯出于好奇 用仪器 扫描了自己的大脑 结果大吃一惊 他自己的脑部结构 跟心理变态者 一模一样 难道詹姆斯自己 就是一个心理变态者吗 从遗传角度来说 确实如此 在詹姆斯的 复习血统当中 至少有几十个变态恶魔 好些都是杀害妻子和母亲的凶手 一般的流氓恶棍 那就更多了 因此 在生理上 詹姆斯的大脑 继承了心理变态的基因 是一个天生的变态杀人狂 但是 黑暗的家族史 并不等于詹姆斯的未来 也是一片黑暗 2008年 他在TED演讲当中 鼓起勇气 坦白了恐怖的家族史 揭露了自身成长过程 他特别提出 环境和自我选择 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也许 我们生来就有着魔鬼的影子 但是 我们也没有理由 放弃自己的人生 不管是疯狂成瘾者 还是天生变态狂 我们今天 所谈到的两位作者 最终都战胜了魔鬼 也战胜了自我 所以说 魔鬼的契约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 不迷失在其中 就能够善用它的力量 好 说到这儿 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和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 吸毒的心理根源 从作者的经历和感受来看 大概有三种 分别是逃避恐惧 寻求归属和探索自我 在心理脆弱的时候 尝试毒品 是一种隐狼入室的行为 其次 我们说到了 毒品通过一系列 生理化学机制 改变人的大脑 分别是 调节兴奋与意志 树立渴望与奖励 改造神经和激素 由于神经系统的彻底改变 毒瘾变得很难戒掉 就像是 请神容易 送神难 最后 我们说到了 成瘾是人类的固有缺陷 因为我们的大脑 天生就会产生 类似毒品的物质 就好像 我们在进化过程当中 签订了魔鬼的契约 但这也并不可怕 我们可以利用成瘾的原理 利用奖赏和学习 去追求积极的目标 总之 我们应该从现实当中寻找意义 从理智当中 积取力量 拒绝成瘾和依赖 只有这样 我们的大脑 才能在进化的竞赛中获胜 最后 我们还要特别强调 绝不能够忽视毒品的巨大危害 毒品 不仅能轻易地毁灭一个人 还能彻底毁掉一个家 甚至毁掉一个民族 虎门硝烟的历史 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 而在今天 我国对于毒品的制造 运输 贩卖和食用等行为 坚决采取严厉的措施 只要是涉毒 无论数量多少 都会追究刑事责任 予以刑事处罚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先开始 感谢观看